我們在今年的1月帶了貝多芬來台灣 貝多芬經過了7天的檢疫隔離 在7天的貓女館住宿之後 終於一家午口在台灣團聚了 而踏入今年的11月 是貝多芬第一次在台灣過生日 你們沒聽錯 貝多芬也是在11月生日的 事不宜遲 生日派對正式開始 為了更快點 為了更快 貝多芬的層次 為了更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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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